- 讲完了台湾内部的一些状况 我们来看看现在在美国在国际间 大家讨论最热的是什么 好讨论最热的就是拜登啊 今年底要选举完蛋了 好为什么一个头两个大 哪两个大来首先从内部开始 佛州现在呢 DeChangeurs现在呢 基本上已经确定他没有要参加共和党选举了 但是该有的态度拿出来 德州现在已经告诉大家 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同意 联邦政府他们现在告诉我们的 要把那些墙给拆掉 因为我们必须要保卫我们自己的家园 政府联邦不做我们来做 现在呢所有的共和党的州长 全部站在德州后面 佛州DeChangeurs开始 他把人全部带过去支援德州 坚决反对非法移民入侵 原因是因为我不要跟联邦政府同流合污 甚至呢他还直接讲了 一个国家没有边界 有主权吗 哎这个讲法好像确实某些时候很能站得住脚 我们说了不只是他而已 现在呢十几个州长都派出了警卫人员 那为了就是能够直接给德州后面的军援 兵援 这里头全部都是共和党的州长 大家都要去来挺他 那大家开始在思考了 所以呢拜登啊联邦政府啊你们在做什么啊 你们到底有没有真的在保护美国人呢 参议换议活动的就直接讲了 这其实呢就是一次的入侵嘛 那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在我们的国家发生 甚至还有人直接讲了说拜登政府 你们这个叫做彻底的破坏稳定 哎你是不是在考虑要压垮我们整个体系呢 内部很多人对拜登出现不同的声音 而且是不满的声音 除此之外外部呢 外部现在大家开始来问了 你一直说呢你能够好好的来维护我们美国声誉 让我们美国再次强大 那现在美国要怎么样在东东站住脚 在美军基地被炸之后呢 现在终于出手了 报复这一次的约旦攻击 他们空袭了几个地方 包括了伊拉克包括了叙利亚等等85个目标 第一次呢 当他们的这个防长出来回应的时候 Ostin已经很明确的讲 不会是只有一次的 是会有多次 而且不同层次的打击攻击 来作为报复回应 那现在呢 处用的包括了这个远程的战略轰炸机 包括攻击机等等 目标其实就是所谓的盛程部队 好这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直接的讲了说 基本上后面扶植他的就是伊拉 那拜登也说了只要美国人受伤 那我们就会回应 所以呢 现在美军的讲法就是从现在开始 他们呢 基本上会在他们选择的时间还有地点 来继续展开这一波的回应 虽然啊 不寻求冲突 拜登的讲法是 但如果你伤害了我们 我们一定会有所作为 该有的态度必须要拿出来 因为这跟年底的选战其实也有关系 所以当Ostin出来讲的时候呢 他就直接很明确的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布局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讲了 这一些都是获得伊朗的培训还有资助的 所以他们必须要有所态度 才能够有效的去喝止对方 用行动来保卫美国 但是在伊朗的眼中不是这样看的 莱希直接说了 你们霸凌我们 我们也会强烈回应啊 那甚至呢 现在被他们对上的真主党旅也落下狠话了 说你打我是不是 没关系 我有办法呢 能够来攻击你们的Fort 22 我就有办法来攻击你所有的中东基地 这场战争到底到最后 会不会变成了中东在加萨走廊之外的另一个战场 特别是当美国已经直接点名了就是伊朗之后 伊朗也直接说会有强烈回应之后 会不会变成美伊之间的直接冲突 双方其实到目前为止他们都很希望彼此克制 都很希望彼此不要真的闹到那么最后一步那么僵 但是如果态度上面没有人要软的话 那最后谁都说不准 请教杨老师你怎么样来看 因为呢外部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内部德州这个问题现在真的是 共和党要选举吗决定闹上 你怎么看 拜登今年是内忧外患 而且基本上现在全世界的这些市场人士 都已经认定川普会当选 已经在做川普避险的工作了 很清楚 那而且不只是市场的金融面 在各国的政策面 日本德国都已经在做华盛顿的这些布局 如果川普回来怎么样因应 那现在拜登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呢 内忧外患 你在这个边境非法移民上 的确确确实真的是软弱 百分之六十八认为他的政策有问题 因为越来越多的非法移民 去年来到了三百五十万人穿越边境 前年大概是两百这个七十万左右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吃掉你这么大的一块设服的预算 然后呢造成了这些非法移民的路径 以及可能会造成未来 种族之间人口结构之间的这种这种变动 甚至不平衡 那最心里面尤其是这些中下阶层的白人 他又会担心 这有点重演2016年 川普诉求美国中西部的低层白人 失去工作的这种忧虑 那在中东这边 你看从加萨战争到鸿海战争 到现在叙利亚跟伊拉克这个境内 伊朗所支持的这些民兵 你看在伊拉克境内 美国有2500名这个驻军 在叙利亚大概有900名 然后你在约旦这边也有一些 所以现在的形势是 1月28号被打 死了三个三个人 受伤40多个人 为什么搞到2月20号 2月2号 中间隔了几天啊 但隔了快一个礼拜 五天以上 他才回应 他为什么 他很精准 他怕去引起伊朗的直接的报复 或直接打到伊朗相关的这些设施 他当然不会去打伊朗 所以伊朗跟美国现在彼此 有点各自都知道这个克制 可是呢 这个事情会继续的 他说是第一波 现在死了10个人 然后呢 受伤大概19个人 这还只是算趋利亚境内 伊拉克境内这个报告还没出来 伊拉克已经要美国 你赶快这2500人离开 美国人就是赖的不走 所以呢 这个会持续的会 这个恶意螺旋会上升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恐怖攻击 无人机的攻击 持续的伤亡 美军陆续的在这边会有损耗 到最后 可能在选举前 拜登宣布从伊拉克撤军 也不一定 但这就证明什么 整个拜登的执政无能 他没有战略 他没有执行能力 他现在连他的威望都被 这个消耗殆尽 他只能拖在那边 连他的国务院的人都不战争 他的以色列的政策 加剎政策 所以呢 我觉得已经有点耗在这边 因此大家现在都在准备的 川普回来的可能性 但真的川普会回来吗 那又是另外一个 惊奇之旅了 川普若真的会回来 会不会这一切真的就能够hold住 没人说得准 但要请教将军的是 因为其实这一次 他空袭的地点是什么 是叙利亚 是伊拉克 但是要知道的是呢 基本上整个什叶派老大还是伊朗 那他们最后见指的是伊朗 只是呢 当你这边炸那边炸的时候 会不会最后是把整个 什叶派情绪全部炸出来 战略上头思考也很重要啊 我觉得你讲的非常的对 就是希望把它炸出来 我特别要说这次美国这个轰炸 其实是炸给谁看 炸给美国是以老百姓看的 对炸给中东地区他的盟友看的 就说我会报复我会生气 我会真的去炸 但是有没有效果 我跟你讲没有效果 他轰炸了850 85个目标 我讲你炸850个也没用了 为什么呢 所有战争有一个规律 就是到最后一定要靠地面部队 才能够结束这场战争 如果你光靠轰炸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就是我们看现在最近的 不管是胡赛 对胡赛的轰炸来讲 有没有效果 没有效果 只轰炸炸了半天 花那么多钱 结果只打掉大概20%的基础设施 胡赛的那个飞弹是越打越准 原来只是还打不到 现在不但可以命中 现在命中以后还要很着火 所以胡赛的武装越来越强大 那我们再看加上好了 以色列他有没有强大的空军 他有强大的空军 他还是要靠陆军进入加上 打了三个月下来 到现在有没有结果 还是没有结果 所以我说所有战争都要靠地面作战 才能够解决这 你光靠轰炸其实是打给人家看 那美国为什么要打给他国民看 因为国民会生气 我们美军在基地里面被人家杀 拜登你要强硬起来 要采取一些报复行动 但美国我跟你讲 现在中通地区有一个很吊诡的现象 就像杨老师刚刚所讲的一样 就是一直有一股力量 要把美军拉回来 留在中东地区 不让他走 这股力量到底是谁 我们在是不是以色列 如果说美军真的走的话 以色列其实 首先他的威胁就更大 第二个 美国在中东有很多靠他保护的国家 譬如说巴林 譬如说卡达这些国家 他们会不希望美国人走 不需要美军走的话 他们采取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我怂恿一些地下组织 或者是这些武装组织 对你的基地实施攻击 让你美军必须要 缴获进这种事情里面 美军其实拜登 他们国防部长奥斯丁也不是笨蛋的 他也知道说这些势力想把它卷入在 美军想把它卷入在中东地区 那伊朗来讲的话 其实他就像 我们认为说伊朗来讲的话 他没有要跟美国职业地面作战 展开地面作战的心态 但是伊朗来讲的话 他要的是什么 他要的是说你解除对我的制裁 对不对 这是他最终的一个政治目标 那军事目标是往往在政治的大目标之下 你用军事手段来达成你的政治目标 那伊朗来讲的话 所以他现在跟美国开战 他不见得能够达到他这个政治上 希望美国解除对他制裁的这个政治目标 所以我觉得伊朗要缴获去这档战争里面 发动这档攻击 幕后阻止的机会也不大 那这件事情就很吊诡啊 那到底谁去删死 我个人试一下怀疑 会不会是以色列叫人家去打美国的这些基地 因为他们之间彼此都还是有一些案盘 或者是巴林卡达这些国家去打 然后把美国拖在这个地方不让你走 然后你留在这边的话 对以色列对巴林啊 或者是卡达这些国家 才提供一个安全上的保护 请教一下兵哥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将军刚讲的没错 就是美国这个行动完全是给国内看 而且还不单纯是给选民看 是给他竞争对手看 因为他知道共和党一定会骂他 所以他必须要做出这样一个行动 可是问题是拜登 你做了这个行动之后 共和党还是会骂你 你以为他不会骂吗 因为我是共和党我就会骂他 很简单啊 你都告诉我是伊朗干的 你为什么去打叙利亚 去打这些 你刚好不敢对伊朗出手 你直接对伊朗出手啊 你不是说了罪魁祸首就是他吗 那你应该对他攻击啊 可是拜登现在敢去弄伊朗吗 不敢啊 因为他知道如果弄伊朗事情就大 马上就会不上不下了 所以拜登只好打一个插边球 我宣称我攻击的这些目标 都是你的胜程部队 所以我歼灭他了 这样就好了 希望这样可以给国内一个交代 可是问题是 你要知道 现在整个中东最麻烦的就是 伊朗其实未必那么想搞事 可是伊朗因为他长期在支柱中东的这些 一些民间武装指质啊 那这些人可不见得完全受控啊 那他看到我们的同胞被人家攻击了 你觉得这些人会不会主动想要去攻击美军基地 我觉得会 他时不时就弄你一下 那请问一下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美军这样子的做法只是让自己在中东遍地开花 到处都会遇到袭击 你知道伊拉克最后美国为什么慢慢慢慢在弃手 就是因为他在那边住军越久死人越多 三不五时就遇到一个IED就把他炸死了 莫名其妙 那现在美国又重新把这个风燃起来 本来大家都对美国去护航以色列 让他在加萨索狼为所欲为 已经非常不满 那你现在在直接攻击这些地方 那我觉得接下来红海这边没玩了 那中东这边也是没玩了 你就慢慢等着被攻击 而且胡塞组织越来越厉害啊 你知道最近他们 因为以前他是攻击商船嘛 他现在攻击军舰 那美军的军舰第一层 第一层防御你们要突破了 到第二层防御才把他拦下来 那他一直在学习不断的学习当中改进当中 那下次会不会美军自己的区域间直接被击中 那脸却丢大了 哈哈 你去护航了结果自己先被干掉 那会不会更难看呢 所以美国人真的仔细要想清楚 这里真的是你久留之地嘛 而且胡塞用的还是火箭弹 对啊 如果真的被集中的话 真的真的不好看耶 可是问题是 拜登他能怎么办呢 他现在就快选举了 他真的希望不要有太多的变数啊 但是真的能如他愿吗 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讨论 内忧外患啊 内部除了说呢 在看到德州这边已经共和党了 他们整群起来就是要直接对抗拜登之外 还有什么 还有的是 哎呀CIA竟然出现了十到最大规模的泄密案 甚至被称为是数位珍珠港事件 现在这个人已经找到了 他呢涉嫌跟维基解密这边透露一些机密的资讯 目前已经被重判了有40年 好可是这么一件事情 你必须要了解 那表示CIA里面有个大破洞对吧 那脸丢大了 可是他们是怎么说的 他们是说没有 这个其实呢跟中国有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他们的头子告诉大家 我们会对中方提供更多的情搜 这个话传到了大陆言而理 汪文斌直接回应了 真的是很感谢你耶 来告诉我们 我们会做好防范 我们绝对不会让你的非法行进得逞 还谢谢您提醒了 其实呢外交部这边他们直接的回呛是什么 汪文斌直接说 你们自己才是网路攻击的始作用者吧 骇客应该是从美国出来的比较多吧 基本上呢美中双方的对垒 从资讯上面来说这种战是一会一路的打下去的 因为先前呢值得说呢有在晶片站之外 在之前他们对于美国买了很多中方这一边的资讯 3C设备一直在讲 我们觉得他们在偷我们的东西耶 所以呢他们前前也曾经讲过要换IT设备嘛 好可是如果真换的话 哇你得要再花额外的数百亿 不是数十亿是数百亿美元 现在美国人都没钱了 真的有办法来做这一件事情吗 大家开始在说了 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子做的话 你要找谁来提供像中方这样CP值这么高的售后服务 跟整个设备整个预算能够符合你的规范的 真的不容易呀 其实呢就商业来讲在商严商 大家都是希望能够找到CP值高 能够找到符合需求而且好用的 所以很多商业界的人告诉你了 中方仍旧是一个大市场 就市场论来说 他们觉得这边还是主要的投资地啊 所以有47%的在华美契直接跟白宫讲 不要再讲那些激烈的言辞了啦 不要再让大家觉得说呢 这边很难做生意 彼此之间完全没有善意了 这个是来自中国美国商会的一个报告 除了说呢半数的受访者认为 中国现在是他们全球首选前三的投资目的之外 77%的人说我们没有要走哦 47%的人跟你讲说不要再这样子这么直接的 这么用尖啊缝啊去刺人家 大家都认为能不能好好做事 能不能让大家好好生活 谁现在能够作为一个领头 能够作为一个善意的表现 当时习近平认为是他民间美国友人的比尔盖茨 过年要到了他还特别录了个影呢 来看看 I want to wish everyone a healthy and prosperous year of the dragon about what lies ahead for all children in the world and that includes my new granddaughter I hope that you too are optimistic as you celebrate the spring festival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好比尔盖茨呢 特别录了这么样一个非常有善意的影片 祝大家新年快乐 还说了中国和全球创新人才 哎希望呢都能够一起来合作 在龙年能够让大家更上一层楼 但是对于拜登来说 今年之重要要选举了 连任之路上面我们刚刚讲到了 内乱德州这边的问题 战争外部的问题 经济我们刚提到 商业上面的问题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两个字 叫做川普 啊又过来啊 川普现在呢就像刚杨老师所讲的 民调基本上已经超过了拜登 很多人都认为说他很有可能就是 接下来在明年有办法正式 在今年能够正式挑战拜登之外 还能够leak拜登的人 甚至呢私募基金黑石集团这边执行长 就直接预测了 他认为啦 如果是拜登连任的话 美国未来经济 没有办法好的起来 让拜登呢 现在心理投资纠结啊 关起门来 据说只要听到川普这两个字 不好意思 除了骂他这些之外呢 很多字 我们好像不太方便说 所以打了一些叉叉 表示他的情绪是真的 蛮激动的 什么事情 让巴巡老翁这老爷爷 整个气起来激起来 今年年底的这场选战至关重要 请教杨老师 在这个结果眼上发现了 CIA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疲漏 面子挂不住啊 CIA其实这个提醒我们啊 美国真的有全世界 这个网络最大的情报组织 情报组织不是只有说 你旁边有间谍 他其实情报现在 对于情报的收集跟分析判断 这个才是情报组织真正的 重要的关键 每个国家都是如此 那情报的取得 其实很多层面 但是CIA真的是全面性 所以我觉得其实 大家要理解 很多国际的这个事物 在冷战的时候 你看到CIA 在一些地方进行政变 但是那都是你知道的案例 可是呢 你不知道的这些情资的收集 那我觉得其实 反而会是 这个大家更紧张的 不过我们看 中国大陆这个经济 IMF今天出来的这个报告 那他是认为中国大陆 因为几个因素 房地产因素 人口的这个结构的老化 所以呢 接下来几年 一直到2028年 经济的增长会陆续下滑 那什么意思呢 他说去年来到 百分之五点二的增长 那今年IMF 预测中国的经济 是增长百分之四点六 那到2028会是多少呢 百分之三点五 其实还是不错吧 对不对 一个这么大的 世界第二大的经济 能够达到百分之三点五 你还把它叫下滑 而且他说到28之后 会开始会攀升 那美国能够百分之三点五 日本好几年加在一起 大概有没有百分之三点五 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看中国的经济 有的时候 现在真的是有很多人 从这种所谓 中国经济崩溃论的这个角度 来唱衰 真的不需要这样子 因为你 这已经被唱衰了四十年了 其实这种中国经济崩溃论 我觉得老早已经崩溃 要看四十面 那他去年出口来到了 23.77兆人民币 然后呢 还是增长百分之0.6 进口也是类似 这样子差不多 18兆人民币 所以其实他的进出口 还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对不对 那现在他的绿色的经济 这这个新的三个样态 就比如说电动车 电池跟太阳能 那都是主导全球的这个比例啊 而且市场会越来越大 而且代表的是未来的绿色 能源的这个发展的方向 对不对 所以现在这些的发展 那只有美国那个商务部长雷蒙多 那没办法抗拒了 怎么说 他只有说 中国电动车来 会收集我们这些司机跟路况 会造成国家安全威胁 对不对 这讲了什么话了 对不对 但是他只有这一招了 因此我们现在看 不只是美国的这些 这个就是中国商会 德国的就是 在中国的德国商会都说 百分之五十四以上说 我会加大投资 百分之八十认为 中国的经济会在一到三年之内 马上反弹 然后呢 有多少人要离开 2% 有多少人想要离开 7% 比去年差多少 欸 结果这个 媒体的报道就说 比去年double 因为去年加起来 将近是4% 所以 那代表什么意思 也比如说真正在 就是说做生意的人 我觉得大家其实看得很清楚 这个市场的因素 才是真正的稳定的因素 美国这边反而大家比较紧张的 真的比较紧张 因为它比较不是以制造业为主 所以呢它的浮动 它的影响会比较深刻 尤其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会比较深刻 大家因此黑石的这个 基金的执行长呢 才会这么说 大家反而在中美之间的经济 可能要有不同的想法 好 经济层面 现在老师提供给我们一些看法 但想要请教的是 郑杰将军 您怎么样来看 因为在商业上面 也有很多跟电子有关的 现在发现竟然 CIA的雇员 会去跑去跟维基机密讲这么多 这个一判刑内容上面 判到40年 表示绝对有很多 甚至可能跟国家有关的经历 我特别要说 美国在以前 他是我们都知道 是美元是跟黄金挂钩的 然后之后他跟石油挂钩 就靠着他美军的强大控制的石油 所以他美元才可以得到 能够世界这个霸权的地位 那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石油来讲 对美国来讲的话 慢慢依赖性不是那么大 而且结由他的制造业慢慢的萎缩 他的一般的人民已经不太愿意 从事比较基础工业的工作 所以他慢慢来讲 美国想要在称霸世界 只有靠一样事情 就是资讯科技美元 我们把它定位为资讯科技美元 他想要用软体 用科技来继续读霸全球 然后利用这个技术来掌握到全世界 来掌握到维持他美元霸权的地位 所以现在美国很明显的 我们感觉到他对任何一个资讯上面的事情 他都非常的敏感 我们从之前不管是Ttok 对不对 他都很那个 然后振华工业 对不对 然后那个启动机他也认为说 会有泄密的可能 加上这次来讲的话 他要去华为 对不对 他认为华为这些硬体设施 都会造成他泄密 甚至于电动车他都要禁止 可见了美国在这方面 他是有一点悲公舍隐了 因为他未来他能够维持他美国霸业 就靠这些资讯业 他已经在基础制造业 他已经是走向没落了 所以对于这方面来讲的话 美国都是非常非常的谨慎 也非常的小心 也非常的敏感 那我们特别要说 其实软体虽然说很强 没错 美国确实是称霸世界到目前为止 但是软体有些东西 你必须还靠基础的硬体来支撑 你才可以达到 那你现在来讲 比如说我们讲说你传输一个资讯 你总是要有基地台吧 你总是要有电缆线吧 那这些铺设 这些一体工程来讲的话 你就必须要有 要有基础制造业来当做一个底盘 才可以发展你高层的软体的工程 那第二个我要特别要说 美国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都知道去年来 去年年底的时候 也就是上个月 这个欧亚集团把这个列入 2024年全球有十大危机 其中第一大危机就列入美国的分裂 就全球今年来讲 今年2024年 那第十名也是美国 就是美国的经济 他认为美国经济可能会出问题 如果也是世界的危机 其中还有一个 这个中间还有一项叫做 失控的AI 就是软体制造业 如果失控的话 会不会造成全球人类的危机 等等 我觉得这十大项里面 跟美国息息相关的就有三项 那目前来讲 虽然说开年才开始一个多月 我们已经看到美国 确实是在朝这方面来走 第一个就是他自己内战的问题 第二个他经济上也确实出了问题 然后第三个我觉得 现在美国拜登跟这个川普来讲 他们两方面选举来讲的话 我觉得最大问题还是在经济 你看现在美国大部分来讲的话 他走向他们那种资本主义的社会 走向最后就是富者越富贫者越贫 所以我们看到满街的零元购 这种然后情绪不稳的人越来越多 其实这代表一个帝国的走向衰落 必然会出现的一些症状 刚刚将军特别提到零元购 不是什么零元购 其实就是在抢劫的事件 我现在其实在美国这边 蛮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社会新闻 但就要请教一下兵哥了 当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美国要如何来说服 应该这样讲 拜登要如何来说服大家 再选给他一任吧 因为从头看到尾 确实他在任的时候 有很多的问题 他四年前告诉大家他会解决 但四年后大家一看 好像没有变好 他拜登其实为什么 今天会落到这种地步 其实就是因为他自己的 错判断错误所造成的 比如说现在这一个 内战边缘的这个例子 你当初为什么 民主党就还要继续去上诉呢 如果不要上诉不就没事了吗 你现在这个判例一出来五比四 现在你如果不去执行 你的边境巡逻队如果不去执行 相关拆除铁丝网的工作 那人家就会骂你无能 可是你如果是去执行的 那可能会爆发内战 你不是怎么决定都不对吗 为什么要让自己陷入这个境地呢 不是在制造麻烦吗 所以同样呢 现在加煞走廊问题也是一样啊 你当初 你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 就去制止以色列的行动 那现在你战争打成这个样子 请问一下 你要继续护防以色列的话 你就是得罪全世界 甚至得罪整个中东 那这个对你的好处是什么 那你制止他的话 你会得罪以色列 你自己在国内的选举 你会选不出来 请问你怎么办 乌克兰也是一样 你当初如果 赶快去调停 不要让泽伦斯基继续暴走 就不会有乌尔战争 那现在战争爆发 一直拖到现在 不上不下局面 请问你怎么解决 所以我们必须说 那现在拜登所面临的困境 其实都让他自己造成的 因为他对局势判断错误 才变成今天这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现在怎么办 光靠骂叉叉话是没有用的 你还是赢不了 现在各方的判断就是 川普几乎是赢定了 几乎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认为拜登大概 已经想不出新的东西来 那你的你知道 台湾常常在选举的时候 大家会用抗中保台来用 那今年抗中保台就发挥不太出来 就效应就没那么强 那同样的现在 川普的时候可以用抗中保美来弄 那请问一下 拜登你怎么用 你也用不太出来 你对抗中国 你好像也没拜川普这么样的狠 而且你没有川普那么狠 而且你把关系搞 比川普的时候还糟 对不对不就是这样 你现在跟中国关系很不好 那请问一下 现在你要怎么去运用这张牌 你手上也没什么牌打 虽然要通话 但抗中牌在他们国内的这个效益 尤其在国会议员这一块 永远是最主要的这个主战牌 所以美国国会是抗中还是恐中太超过 这个标题里头 因为不断的将国会有听政权 就是这样的概念 就共和党的参议员把抖音的执行长 叫去周壽之 叫到听政会上 公开的质问他 那如果当然为了公众利益 包括了人网络安全这些问题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在这个质问的过程当中 却连问了八次 你是哪一个国籍 还有你是哪一个跟共产党的关系 甚至问他天安门事件 但问题是周壽之在回答 我是新加坡人 但问题是他接下来就 下一句是说 哎呀不幸的是 新加坡是世界上受中国共产党 渗透跟影响程度最高的地方 哇这个新加坡很多 新加坡人的舆论都炸锅了 这一下子在TREX社群平台上面 成为热搜的第一名 那很多大部分几千则留言 大概都是嘲讽跟批评 这个科顿的表现的 但问题是科顿的言论 在国会或美国上 被形容说没有立足之地 但会不会就是选战主轴 那你把只要是东方面孔的人 就有这个歧视的概念来因应 那抖音要无限上纲到什么程度 那网民大家就说 哎呀你知道新加坡在哪里吗 新加坡旗舰报纸甚至说 海峡时报发布了这个 这个IG的浏览次数里面 将近180万批评数超过2000则 都在批评取笑科顿 网友留言都一直问他说 那你知道新加坡在哪里吗 或者也许周壽之应该切换成singleish 然后比较能够回答议员的要求或问题 那所以这个质询引起了 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了 前几次在质询 包括了几个主要社群平台的负责人的时候 都有这种倾向跟氛围 引起了非常多的讨论 那包括加拿大也一样 他也是同样其中一个认为 抖音渗透的一个国家之一 那在很多的分析里面告诉大家 近期西班牙裔的成年人使用抖音 大概三个人就有一个 甚至更高西班牙裔成年人使用抖音 更到达四成九 表示大概有两个人就一个人在用抖音 他是一个受欢迎在欧美国家的社群平台 那有这么恐怖吗 像抖音啊西音啊 在美国游税的经费增加了7.6倍等等 甚至80%有各种的分析 代表美国国会要跟他们对立 去找民间的企业来下手 跟中国连结 那这件事情呢 让企业自己的独立性 当然会被冲击跟影响 有没有可能影响他们的命运 或消费者的使用权益 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戴个红帽子 那么至于像比较分析里 美国要求要把全面的 这个跟中国华为有关的设备 全部车换掉 这些IT的相关的各企业一样都不可以用 的话 那就要花数百亿美元来做 有可能吗 在这种竞争里头 这种缺口谁要来补 引起了国内非常多的讨论 加拿大呢是扯中国渗透 则是跟最近的选举 由加拿大的情报机构来发布的 中国是国内境内最大的外国影响力行动的实施者 干预目标包括侨民社团 媒体机构联邦等等 各个方面 所以杜鲁道甚至公开的分析说 加拿大针对中国的干预选举的执政 从1月29号开始举行为期五天的公开听证会 因为已经影响了生存威胁对于民主 哇我真的以为这是台湾 这是在加拿大 这种抗中也是非常高 到了非常最高和无上限的情况之下 这个听证会在加拿大是这样使用的 所以是不是有涉及间谍行动 最近加拿大政府特别挑这个时机公布了一个 中国侨务办公室的张晶 去年在当地工作11年的 被加拿大驱逐出境 原因是有安全理由 就是加在一起 除了听证会公开的谈话 加上抓间谍等等 甚至智库也说 加拿大对于对华政策要以利益为导向 而不只是价值观这样来分析 是加拿大西部基金会他们的分析 杜鲁道说跟中国没有和解的空间 即使智库相关单位认为 你要维持一个主导性的这个区域平衡存在 而不是只是跟着美国或者这个舆论走 但显然杜鲁道不想这么做 亮哥来看看最新这种抗中牌 不管是在美国加拿大这个氛围 也是对选战或对他们的支持者 有煽动力有影响力的吗 会越来越严重 你不要小看这个 这个Tom Cotton Tom Cotton是共和党公认的明日之星 他今年只有47岁 是阿肯斯的参议员 哈佛毕业 那2005自动请应到伊拉克重军 2006还颁发伊拉克勋章 就是这样的人 是查党推荐的候选人 那共和党接受 你就看他的水平 这是参议员 不是众议员 然后现在是公认的明日之星 就是跟川普可以对上调的 那整个氛围就是川普 川普大概讲话也是这个样子 你可以看到他对抖音 作为社群平台的不了解的程度 可是偏偏就是这样的人 在开厅政会当主席 这个没有办法啦 抖音上美国使用超过1亿人 你去看看20岁以下有多少人在使用 你这里是说成年人 那20岁以下呢 更高 20岁以下超过60% 那美国怎么不去反省自己 你自己也在做短语音 那个YT也有Shorts 做不过人家 FB也有Reals 你为什么做不过人家 对不对 你怎么不去反省这个 那你刚刚讲到那个C 那个Shane Shane就是购物平台啊 买衣服的 那他的东西就是比你便宜啊 那你怎么不去反省一下 为什么你的购物平台会做出人家 就亚马逊的对手来啦 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就是 还是广义的保护主义啦 就是因为你做不赢人家嘛 所以呢你就政治化嘛 你去看他怎么对付比亚迪 比亚迪目前的情况就是 美国没有人敢代理他进口啦 因为你代理进口就会有不确定嘛 什么时候政策改变 你不知道会哪里会出问题嘛 那美国现在就说 哎呀这个 电动装是不是都买Made in America 我跟你讲 太阳能产品 他说都要买美国制的 美国制的啊 全世界占8% 怎么买啊 你买了 那中国又卖到全世界 那全世界的 的价格就会比你低嘛 结果理考率呢 变成全世界成本最高的 这个就是经济后果 我不相信这个 哈佛毕业生会不知道 可是没有办法 他现在整个选举 就通通都是政治 是 就是 你不觉得跟台湾越来越像吗 所以 美国学台湾啊 我觉得好像台湾 学台湾啊 台湾不就也 民进党就是这样嘛 原来世界看到台湾 是这样看的 你去看 我们台湾抖音 只有520万人耶 美国是超过1亿人啊 520万 你刚刚那个民进党在讲抖音啊 就没有一个懂这个东西的人 在那边胡说八道一堆啊 然后他自己要去用Tray 你去用嘛 Tray不是短影音耶 你不要搞错啦 Tray是要跟X就是推特竞争的 那完全就不是同一类的东西 他们自己还搞不清楚 然后现在在Tray 因为我自己也偷偷渗透进去 他们在那边讨论说 有一对民众党的渗透进来了 难道Tray的是你们1450专属平台吗 就非常可笑啦 就是你没有办法面对各种不一样的声音 然后你就开始说 越来越起码 对方大概就都背后都是中国嘛 是 加拿大今年也要选举 那杜鲁道因为他已经执政很久了 他当然怕会下台啊 所以他的策略就是把对手抹到中国那边去嘛 市长已经搞很多次了啦 就劳工党的议员 工党的议员被抹成跟中国有交往嘛 就是这样 这个东西就是 其实跟台湾也差不多啦 就是国民党的人支持两岸经贸 所以你就访问中国的道路自然比较多吧 这个还用说吗 那加拿大的那些议员也是啊 或者人家的采财 构团去了加拿大就会见到他们啊 这有什么奇怪 那杜鲁道的选法就是把它抹成 好像喔 然后就去查啊 看你们收到他的钱啊 你们发现这跟反胜斗法 也有类似之处吗 这个没有办法 我认为今年就是这样的选举 那美国今年的选举 会充满各种民粹情绪的动员 那反中 共和党会反到你难以想象的程度 因为拜登毕竟是执政党 他知道有一些东西不能乱吹牛啊 共和党才不管你 他夺到权力再说 所以我是相当不乐观啊 仇恨只是炒作下去 不管每一个国家的选举都往这个方向走的话 那只会越来越对立跟冲突啊 现在你要借题发挥也要有个适当的题吧 抖音这种小 这个娱乐活动短片的 你要给他扣什么帽子呢 而且制作人是新加坡人嘛 又不是中国自行长 而且很多节目是在你美国自己录制的嘛 你自己东西品质不如人 要扣他的这个红帽子 这个讲起来啊 这个美国现在也已经 道德上面已经在没落了 完全不守这个规则了 他用听证会羞辱这个企业家了 对啊 你羞辱那企业家人 人家是觉得你很粗鲁了 你这种政客只是跟着抗中的氛围在走 拿不出什么具体的事实 第二个呢 我从小看那个流氓打架 大哥都在后面 出来喊喊叫叫都是那个小叔了 美国现在身边两个小弟 一个是加拿大和吼叫叫 还有一个给英国送核子弹的这个战术性核弹 你将来去支持北约的这个抵抗俄罗斯 老大不出面 老大只要收钱就好了 这个不是一样吗 这个杜鲁道啊 自己在国际外交场合 已经出了好几次洋相 大家都记忆犹新嘛 他跟习近平讲话 尤其是跟媒体搞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人感觉到不像当个总统 蛮幼稚的 政治上蛮幼稚的 外交上也是不行 所以这个问题啊 抗中 你要抗的有道理也就算了 而且你搞这种经济制裁啊 就像那个武侠小说里面讲的七伤权 你打人家一拳自己也受伤 美国你制造业有差 你想用关税把人家挡掉 挡掉以后你自己的产品呢 出不来 制造业要恢复不是三天两天的事情啊 也不是你有钱就把它做出来了 所以这个问题啊 美国现在做法是 看起来像假如川普上台 到处征税 韩国交保护费 日本交保护费 北约交保护费 前世进来了 短长 长空短 短长啊 目前一下子好 短多长空 短多长空嘛 目前一下子 他现在完全抓到美国的这个氛围在走 大家都讨厌移民 因为美国老百姓穷了 你社会福利被分掉 当然就就就反嘛 好 我就骂川普 然后川普自己 在外交全世界点火啊 俄乌战争不是你弄出来的吗 以色列跟那个巴勒斯坦的问题 你在那搞 现在那个伊朗那个 红海的事情又在搞 火头点那么多 你没有一样能够解决啊 这个是对拜登来讲很伤 你知道吧 现在派三小航母 是不是又在东北亚 又要制造一个问题啊 对不对 事情都是你惹出来的 你惹了这些事 你又没能力摆平这个事 这是拜登最大的一个缺点 所以川普坐在那里笑着看 哎 这个边境问题啊 我看美国历史 除了内战是两军结战 我还没看到坦克车 M19动的加农炮 四千辆汉马车 军队去对付军队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啊 以前我们年轻时候 就只看到艾森豪派那个 National Guard去黑白小炎镇 黑白河啸 小炎镇嘛 今天这个是重武器出来了 重武器是拿来打难民的吗 嗯 重武器拿来 坦克车是对付难民吗 那是对付美国的这个编辑巡逻队嘛 那不是自己小型的内战已经形成了嘛 这个美国虽然不会真的打内战分离时已经分了 分得很确定了 红州蓝 这个蓝州 美国最近消息是说他们的联合参谋部总主任讲的 是Coby先公布出来的 发动了攻击 但是是空袭 有三十分钟的空袭去打伊拉克跟叙利亚 发射了一百二十五枚的精准导弹 搞了八十五枚 报复 那但是在国内 肯定要烧要选举 还是抗美中 好像要想要降温维稳 却很难在选举的氛围里能够做得到 对 其实从刚才这么多的一个状况来看 其实美国包括加拿大 还有很多的西方国家 抗中 防中 恐中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议题是什么 它后面有个很复杂的心理背景跟社会结构 因为如果是寻求官方的讲法 这些国家的政府都跟我们说 主要是因为对中国大陆失望 因为北京的对内对外作为 这是一个解释的理由 但是还有一个理由 我觉得更关键 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崛起 和美国的实力接近 超越西方 这是一个后面很重要的心理背景 所以转化到实际的政治 就无怪乎会有这样的国会的职讯出现 那杜到其实不是省有的灯 因为他2015年就担任总理 三年任 那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 把中国议题挑出来 一定是对他选举有利 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那回到美国今年是总统大选年 我们可以预告 就是总统大选年里面 今年外交议题会成为很重要的主軸 尤其是对中政策 那共和党民主党一定是到最后很不幸 都会成为对中强硬的锦标赛 那这对拜登不利 因为拜登是有当家有包袱 他知道奋济 而且知道行政部门跟国会不同 但共和党没有任何的包袱 他一定是将军 我可以做到这么多 那你拜登呢跟你说 所以这个很不幸就是成为一个这样的状态 还有一点就是 第二个问题就是 谁跟美国最铁 答案大概很明显 你西方世界英国了 第二名应该就是加拿大 澳洲已经换了政府 所以他有点调整 那目前的杜盗的政策 其实有很多事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美中已经在做接触 在做一些战略的调整 但看起来杜盗没有 我觉得对内的政治的盘算 跟精算是他判断的主軸 因为大家都有内部的选举 而且是打企业 这种民间的企业 接下来大家看看还有谁抗中 印度也是 这个新闻很有意思 我一直左看右看看清楚 有没有太瞎了一点 有一只鸽子被怀疑是间谍 被关了八个月 那怎么回 是什么奇怪的新闻 这是在印度发生的事情 当然这个新闻写法也许有点酸 所以就说 反复的八个月审问这个鸽子间谍 从哪里被派来 最后发现是来自台湾的赛哥 当然这只是讽刺的写法 其实就是说 因为他脚盘上面被发现 有疑似中文字 所以就被怀疑是中国间谍 就把它关起来了 那过去当然 印度不是第一次这样做 也有巴基斯坦的渔民的鸽子 被印度抓起来 已经到这种草木皆兵的地步吗 什么时代了 还有飞鸽传书吗 不可思议 跟热气球一样 让大家觉得很震惊 这个好像在不同的世代的感觉 但2月1号 印度公布了临时预算 誓言会持续增加 在中国边境附近的基础建设 资金投入 那印度的国防部 也继续会获得更多的拨款 在47.65兆的印度卢比预算里头 国防占了13% 那么甚至还会对于中国军队 阻止了印度牧场痒痒 像这样的画面 猛烈抨击 被在印度国会抨击 莫迪政府 就说在印度牧羊人 在附近放羊的时候 被阻止放牧 因为跟中国士兵对峙 连羊都有冲突了吗 所以跟中国要争夺影响力 印度的做法 显然它过去相对的平衡 两边都要拿好处的状况 现在是不是有所调整 还是有不同的倾向 印度海军甚至大力加强 在阿拉伯半岛沿岸的存在感 出现它在海上贸易 仍然有实质的作用 所以这10到12艘的军舰 部署在阿拉伯半岛 有没有意义呢 那一般情况下两艘 这10到12艘 表示我秀肌肉很有影响力 实际上又如何 还有总价超过千亿的 美国核准 要卖给印度的31架 MQ-9武装无人机 预计采购金额是40亿美元 去年6月在莫迪防美期间公布的 那么在印度的官方宣布里面 也强调 这将是确保印度国防能力 增加了16倍之多 光买31架就可以增加16倍 这要有军事专家来谈谈 但无论如何 菲律宾也是一样 包括有两艘巡艇 巡艇接近仁爱礁补给 就现在已经有人等了 等的是谁 有中国的海警舰 跟17艘民兵等等 所以双方也在这附近对峙许久 在仁爱礁附近的 像这样的对峙 不是单一个案 那么甚至有5小时 自动识别黑暗状态等等 在这里不停的有发生 类似民兵 民船这种冲突 尤其菲律宾的海军 对美国的季交出现了 200多艘的中国海军舰 也感到震惊 这些军舰在附近 对于附近的捕捞 或者是心理上的影响 在菲律宾这里 也是一触即发 当然菲律宾展现的态度 只是喊一喊 并没有要真的打 但有没有不小心 打起来的风险 而拜登 川普 在美国国内 其实我们讲个笑话 已经大家开始讨论 川普未来的内阁或用人 好像一副川普 已经笃定当选这样的氛围 但日本路透社的报导说 开始努力接触川普 想告诉他 不要跟中国达成嫌疑 要反华 G7这些年来如何反华等等 但似乎 这个报导里 但是路透社的报导 说日本似乎吃了闭门羹 连川普的面都见不到 那以至于有一个分析员 不知道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 他说那不如应该要找一个 能够讲英文 又可以打高尔夫球的人 而且不能打得太好 只能输的这样的人 跟川普打 那才有机会讲话 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了 亮哥大家都在分析 美国在选举 或者是选后 候选战时期 会发生什么状况 但不管是印度 菲律宾都有一些风向在进行 我说印度跟中国的冲突是小打小闹 可是高象征性 就他就要摆出姿态 说我是反对中国人 可是事实上他贸易还是在增加 因为喜马拉雅山是很难有大规模战争 那中国的海军 中国海军又还没有进入印度洋 了不起就是缅甸以南有个coco島 那跟印度那个基地对着 大概是这样 可是那个都还没有成型 所以我认为如果是军事就小打小闹 那经济就是他在叫 就是我要追上中国 那他也很努力 这个我也同意 印度是有潜力的 人口红利 那他因为他这个地缘位置 所以有很多欧洲国家 美国都把他当作取代中国的 有岸外包的对象 那也有一大堆企业去投资 事实上去年今年明年 印度的经济成长率都超过6% 外资大幅增加 对所以就是说 他是 刚好现在是在好运的势头上 那他当然就会投更多的 军事的预算采购武器 不过他的武器是联合国 坦白讲 他的自治能力相当不好 他大概只有做那个什么 布拉姆斯飞弹 大概只有几小几类 跟中国我认为落差还很大 经济也是一样 他GDP刚超过3兆 那现在已经纳入第5名左右 超过英国了 所以就是一副崛起的样子 那可是讲话吹牛吹过头 不过你要忍耐啦 因为他喜欢这样讲话 这个 这没有办法 他也是在崛起中 也是一个重要的国家 那至于这个 你说日本敢跟美国说 别和中国达成协议 我不相信日本人敢讲这个话 这个太夸张了 这都是yes man 这样 日本人怎么敢跟川普的团队 这样讲话 上次确实安倍是猜错啦 坦白讲大部分人都猜错 蔡英文也猜错啦 谁会想到希拉蕊会输 对不对 可是上次就有点吃憋啦 所以安倍记不记得 急转弯 立刻飞到美国去 他说民党政府是全力挺川普啊 对啊对啊 所以 所以目前确实国安团队名单都出来了 如果属实啊 我跟你讲啊 那个反中的力道远远超过拜登 余茂春又要回来了 然后还有那个Coby 都是都是基因派的人物 现在网路上已经在传了 没错 所以当然大家就要适应嘛 因为川普一定会有一些战略上的收缩啦 他不要 他不太喜欢用战争解决问题啊 浪费钱啊 而且他认为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搞不好会恶化 是 因为美国 那个伊拉克跟阿富汗你刚刚搞成什么样子嘛 目前拜登 刚刚帅将军讲的很好啊 拜登每次都是 启动了战争 然后不知道怎么收尾啊 搞到美国 就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那问题还更恶化 所以 川普这个倾向 北京认为是可以打交道的 可是他出手都很凶啊 所以就是 这里面怎么去拿捏 可是中国现在相对于美国 他有交易的筹码啦 所以坦白说 如果川普真的当选 这个我看最应该担心的人叫赖清德啦 因为他习惯性的 在冲突中做交易嘛 因为我在学校教谈判 我还用了川普的小书啊 交易的艺术 他就是喜欢交易 他认为所有的问题用交易 才能真正解决 所以他就是会在冲突中 来找交易的时机 然后来找交易的那个可行的一个范围啦 所以这样的人 有好处也有坏处啦 这可是没有办法 他如果当选 你还是要去适应他 就是这样 看起来好像是往这个方向 大家都这么认为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还有点 世界很多的战局都还在持续当中 那么其中在印度呢 或者是在加拿大菲律宾 都有不同的被关注的焦点 尤其是选局 对美国来讲 国内为了要选举 可能各种的往外交去发展的冲突 就会越来越高 将军 大家都是担心川普上台 你像日本韩国怕这个保护费要增加 急的就跟拜登先签约啊 其实你签约也没用 到时候川普上台说翻脸就翻脸 我们研究川普这个人呢 他是商战的好手 商场上也是跟战场一样 近身肉搏 逃税漏税 无所不用去急 他还能活的 证明在他将来的国家战略思考 是商业战略思考 所以你看他叫出来的 第一个他有点门罗主义的味道 我干嘛要负责全世界的安全 我美国给乌克兰就上千亿啊 什么时候收的回来 不知道啊 对不对 北大西洋国我也要花钱了 海外驻军要花钱了 所以他的感觉就是说 你看他还没上任 他说俄乌战争 我上台一天就把他解决 对不对 他不能够无尽无止的去支持乌克兰嘛 又打不赢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全世界受他保护的国家 要收保护费 第三个 友好国家征税多少 不友好的国家征税多少 有的还磕到百分之六十 开了百分之两百 这是非常短力很快 可以筹集一笔钱进来 减少自己的负担 第三个他也抓到美国的名义啊 这个移民 移民美国本来是个移民国家 可是人家那个时候的移民是技术移民啊 学历高的移民对美国有帮助啊 现在南美洲来的这些移民水准程度很低啊 那这个东西他社会福利 美国现在一般老不行生活也不好啊 存款里面现金超不到两三百块 那你社会福利一降低 我曾经接触过美国的游民 一问大学毕业哪里有硕士 有的还在银行里面干到协礼啊 我说你怎么会落魄到当银行 我说你两次婚啊 还有一种游民什么 我生了一场大病啊 美国生产大病 所费不支啊 所以这些游民已经要靠社会救助了 你看美国很多小食物银行在过日子 黑人睡在车子里 那这些墨西哥来的这些移民 一个礼拜来五千 受不了啊 那川普抓了这个打拜登好打啊 对不对 甚至于不惜让25个州支持德州 国家分裂都没关系 所以川普是手段是狠狠的啊 你看他他说到自己形象 他不在媒体搞过一阵子吗 那个媒体最有名的就是You're fired 对不对 那美国是一个崇拜人 美国是崇拜英雄的国家 是 他认为现在的乱局啊 就要有川普这种强人啊 可以让美国great again 白人能够再能够领先 所以共和党的选民啊 一面倒的往这边走 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认同他 但是你要晓得农民人数多啊 农民人数多啊 蓝领的也多啊 所以这个问题啊 川普能够当选 大家全世界插了一袋啊 第一个 经济锻炼是断得更凶 欧洲这些国家想 你不负责欧洲的安全 你看德国要增加国防预算 法国也增加国防预算 所有欧洲的国家都在增加国防预算 因为美国一抽手就变成普丁人的威胁就来了 所以啊 往后看啊 他这个川普这种手段会全世界乱得更凶 但是台湾的问题很可能被做交易 我担心的是这个 对不对 他干嘛 我协防台湾我美国出兵我要死人 打仗我要花钱 我跟中国谈妥一些大的交易 把你卖掉了 所以这个 我们不说蔡英文以前败出马头 至少在川普的战略思维里面 你是可以被交易 所以台湾的命运 台海的冲突 跟美国的选战当然也会息息相关 休息一下我们更深入的讨论 马上回来 拜托即将通话 不过在国会抗中的氛围很重 前一段我们看到他对于抖音的质询嘛 但是这个日本啊也强调 感觉分析都认为川普势在必得了 这个氛围正在转变当中 对 因为目前川普的选情还不错 会很容易让他联想到说 他当总统那四年 从2017年1月开始 那其实是有疏似马迹可循 因为川普在第一次选举的时候 他就说他检讨日韩美军的分担 他很不喜欢别人占他便宜吃他豆腐 日本要付钱啊 要付钱要付更多的钱 包括北约也是如此 所以在2016年11月 川普当选之后 刚才有提到说 当时的这个安倍晋三首相 他本来就要去G20 他特别飞纽约 在川普大陆里面看川普